好 確定這樣二級之後呢 開始有一些的改變 但是有一些的不方便 好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帶您來看到是像是在今天 大學指考登場 這是末代指考 但今天的考試跟以往的考試 都比較不一樣 防疫牽上是史上最嚴格 好 怎麼樣一個嚴格法呢 在今天進場之前必須要先量額溫 那如果你額溫呢 兩次都超過37.5度的話 額溫超過了38度 你就必須要以往 防疫市場來應考 同時呢一進到裡頭 就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要是考試的時候 口罩沒戴好 而且呢不聽勸的話 最嚴重是可以扣你 這一顆的全部成績 也就是這一顆就直接 零分計算 好 這一回呢是真的 防疫時間要考試 辛苦這些考生了 但是如果呢你想要陪考的話 不行哦 這一次因為防疫的規定 所以是不允許家長來陪考的 考生必須要自己上戰場 好好加油 希望大家都取得好成績了 但是呢就要來看到的是 這一邊呢則是想要去上學 家長呢很希望能夠把孩子送進學校裡頭 可是問題是幼兒園要復課 其實呢先前教育部說他們有指引 因為有融流問題 也就是呢每一個學院 他們的到底腹地有多大 那你就是必須要來算 你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可以容納多少人 很多呢都不是全員能夠回來上課 好那你就會問 那誰可以回去上課 誰不能回去上課 開始就會有亂象了 好這個亂象呢就是有些人是抽籤的 有些人呢是表單登記先搶先贏 但是呢也要問到的是 譬如說家住家長發現家裡頭 兩個小朋友都要回去上課 但抽籤一個有抽到一個沒抽到 家長還是必須要在家裡 沒辦法回去上班呢 認為這其實真的是有點困擾 也有人在問了說如果抽籤 從頭到尾都抽不到的話 那家長該怎麼辦呢 而另外呢在北市府的部分 規定更嚴格了 是只有一半的學生能夠回去上課 那對於家長來說 當然不方便的因素也會大大增加 另外呢在夜市的部分 現在呢很多的夜市陸續的都開放了 可是在台北的Manga夜市這裡呢 他們是決定攤商輪流營業 好說是輪流營業 當然也就是跟你進來的人數限制有關係 可是這一回就發現了 在昨天降級之後呢 人潮的回流是有限的 大概只有一兩成而已 不過同樣是夜市有點兩樣情 這是基隆的廟口夜市 昨天呢說降級之後呢 這廟口夜市這邊確實就湧進了蠻多的人潮 可能也是因為這邊停的比較久啦 廟口夜市呢停了大概 又十九天兩個月左右了 現在呢他們覆視之後就講啦 說希望呢也是一樣輪流來開攤 可是問題呢卻是有一些些的攤商 他們把面罩給脫下來 好這一件事情呢讓這個自製會這邊 他們要開始有一些比較明確的指引規範了 當然口罩必須要戴著 這對於消費者以及 對於這一些的攤商來講 都是比較好的 但是你也可以明顯的知道 其實呢現在在台北市這邊是禁止脫口罩內用的 但是在基隆的部分呢是可以內用 但有相關的指引規範 很多規則在降級之後會發現 你過了這個縣市 過了這個橋之後就不同掉了 比如說新北市現在海域是不開放的 但基隆是有開放的 然後就會變成了一線之隔天差地遠 也因此昨天下午北北基桃竹 將近60家業者 他們在龍洞灣這邊集結抗議 他們的講法是 現在潛水季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 很多人都快撐不下去 如果真的還要有相關的限制的話 能不能也考量一下 讓他們可以做生意 怒吼 潛水真的不是破口 北北基桃竹 北台灣所有潛水業者 在龍洞灣大陣仗集結 全是因為中央降級政策不同步 全台海域開放與否亂糟糟 業者們已經快沒有活路 中央下放給地方去做決定 會造就一個大混亂 就是沒有一個配套方案 中央就應該要統一來決定這件事情 不要這樣子多頭馬車 受害的還是我們這些業者是老百姓 近60家業者號召陳情 遞交連署書給瑞芳區長 袁瑾也在現場大陣仗戒備 應該是全國全省 來做一個統一的那個開放 踢球踢來踢去 那每個地方規定不一樣 南部有開放 如果大量的人口的移動 這個才是真正的防疫的破口 業者怒吼 中央政策不清不楚 丟給地方決定撇責任 但北部前季四到十月 至今已過三分之二 基隆開放 雙北至今仍封閉 快要撐不下去 戶外優先的條件底下 只要我們把疫情做得好 我們就有可能隨時來做開放 業者表示在水中戴面鏡 使用獨立氣瓶 入出水也都戴口罩 完全能阻絕飛沫 夏天能安心悠遊水中 享受海底寧靜 入境在不同地區 一步之遙天差地遠 北台灣潛水業者 就盼中央別再踢皮球 否則像現在基隆開 雙北不開 民眾細水全擠基隆 何嘗不是再釀防疫破口 記者謝宏如黃玉蘭 新北市報導